早安 台北股市 欢迎收看股市大经济 在这边啊 礼拜一怎么告诉你 该拉回就是会拉回 那礼拜二我又怎么告诉你 要反弹就是反弹 没错嘛 就是这种模式 你了解之后 这就是所谓的功夫 盘前就可以告诉你盘后它会怎么走 今天就可以告诉你明天会怎么走 这才是你学习的方向 好 股市大经济 不只告诉你盘前 还可以分析盘后 我想全市场应该找不到第二个 敢这样子讲的 应该是只有我一个 为什么可以办得到 好 你是想一下 教授朋友 你进入股市以来 到现在 我想请问你 你的功力有没有进步 就问你自己就好了 你别去问别人 你这个最清楚 老师说 老师我不晓得 我没有测过 很简单 你拿出纸和笔 开盘前或是前一天收盘后 你把它写一下 盘后它会怎么走 或者说明天它会怎么走 你把它写下来 会涨呢 还是会跌呢 力量会涨呢 力量会缩呢 各方面把它写下来 一翻两瞪眼 这骗不了人的 很清楚 我想你只要测一个礼拜 你大概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你测个礼拜就测不下去了 你会发现 奇怪 怎么连50%都打不到 我们讲射飞标好不好 起码有50% 因为有人为的因素存在 因为你会受到消息面的影响 或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 所以你那个准确度会降低 所以他怎么样 如何壮大你自己 我先打个比方 有一个搏击选手 参加比赛 刚好是冠亚军的争夺战 结果当然他输了 输了之后呢 他就把他的录影带拿回去看 然后顺便找他师傅来 师傅 师傅 你帮我看 帮我找出他的破绽 下一次我一定要赢过他 那他的师傅就不讲话 就在他面前 拿粉笔画了一条线 然后告诉那个选手 在你不动这条线之下 如何让这条线变短 那个选手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那他的师傅就在旁边 再画了一条线更长的线 就告诉他 你想把一条线变短很简单 你让画一条比较更长的线 他就变短了 同样的道理 他这朋友 你如果赢过你的对手 你只要赢过他 你就比他厉害了 因为这个市场 不管是股票市场还是旗子市场 你进场 主力大户也进场 我也进场 那你想一下 大家的比功力 你没有功力之下 你的线比人家还短 你如何赢过人家 没有办法 这是骗不了人的 这东西骗不了人的 一翻两瞪眼 你要赢过人家 你就要壮大赢自己 你就要把线弄更长 去赢过人家 我讲过的 法人他有资金有资金 比你多了 一定比你多的 外资更多 超过十兆 反正他的消息 他也比你零 他也比你更多 那你如何赢过他 你只有一个机会 唯一的机会 就是技术分析 只有在这个方面 你可以赢过他 靠你的什么 靠你的头脑 靠你的能力 你就可以赢过他了 当然我会说 老师我有学过啊 我学了好久 五年十年搞不好更久 那问题是 我为什么他答不到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你的方向错了 我相信你什么都学 所有东西通通都学 没错 甚至于 你还想找什么 找圣杯 有什么方法 可以买进卖出 这样就够了 很抱歉 就是因为这样子 你的方向错了 所以你一直没有办法达到 像我这种境界 那我通通帮你找出来了 你所需要的方法 我通通帮你找出来了 就看你想不想 要不要 学到就你的 这才知道 正确的方法 想达到我这种境界 想达到我这种程度 你就必须用我这一套 其他的没有办法的 我跟你讲白的 因为我这边是30年的经验 累积出来的 写出来的东西 很多东西在市面上 是看不到的 是没有的 只有我这边有 所以学到就你的 当然不勉强 学这个是很辛苦的 你不只是花时间 很多东西需要背 你需要花时间 需要去测试 测试什么 和你的经验 和你的操作去做配合 不然图形走出来 你也看不懂 我坦白告诉你 你没有花时间 慢慢去踹 就算图形走出来 你也看不懂 因为图形 它不会乖乖地走出来 像你所看到的那种模式 不可能的 它会变的 它会变的 那它变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是白学的 我相信 你也学过很多技术分析 走出来什么模式 跌破了 它就成形 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你所看到的是 有形的 真正的 你想要知道了 是无形的 就是我讲过的 冰山的一角 你所看到的是 水面上看到的一样一角 那真正把这一角 撑起来的是 水面下百分之九十 你看不到的 这才是你要去知道的 你看得到的没有用 因为你看到 别人看到 大家都看到的 是要找那些看不到的 我这边都会告诉你 如果去发掘 水面下的冰山 大家看不到的 而你看得到 你就可以达到 像我这种境界的 好 我们看一下 礼拜二的走势 有没有量 没有量 上涨五十八点 持交量六百九十二亿 尾盘又在偷拉 又在偷拉 如果把最后一盘 和前面这一盘 把它扣掉的话 那量更少了 这叫什么 反弹无量 好 既然是反弹无量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从这七二零三 这一路上来 你一路说 向沙没有量 反弹也没有量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子 这叫什么 叫冷气退潮 讲得白一点好了 我不要这么文组组的 押叫有人跑去 输叫有狂狂 所以没有量 拉高之后 卖掉之后 这些资金 有没有在进场 没有 通通都没有 我卖掉之后 资金就抽出来 只是现在短线客 在那边滚 滚啊滚 所以我跟他讲 输叫有人跑去 输叫有狂狂 所以立昂一直说 一直说 你说 这是底吗 7203这是底吗 绝对不是 不用如果 不用假设了 好不好 我这边分析 是没有如果 没有假设的 绝对不是 一定破 一定 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什么时候破而已 这不用如果 不用假设 这你看到了 上涨 涨了一千多点 那这样子一路缩 一路缩 那你告诉我 那些人 那些资金 是不是通通不见了 所以卖掉之后 钱抽出来 就没有再下场了 所以应该了解 目前人所看到的 是这么一回事 这真正的重点在这边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有的图形走出来 K线图背后 到底隐藏什么事实 这才是你要知道的 而不是看到大家 你等一下这样讲 他也这样讲 大家这样就相信了 错了错了 你要去看那个底下的 看不到的 你要去了解 但是一旦你了解之后 你会发现 你会很孤独 因为你会经常 你的看法跟人家不一样 十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 跟人家看不一样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跟人家看得不一样 你要这种心理准备 你会变成很孤独 因为你的看法 会永远跟人家不一样 你就不会盲从的 绝对不会盲从的 好 既然是下沙带量 量比较多 反弹无量 这是标准的人气退潮 这一路上来都是这样子 好 那今天又出现什么状况 现货的部分 拉到什么 相对高点 也是说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好了 现货的部分 拉到最高点收盘 8365 那这边找盘的时候 高点也是8365 出现两个头 最高点 可是棋子的部分 好神奇哦 注意看哦 早盘的时候来到8340 之后来做拉回 然后一直都没有再突破了 尾盘现货来到高点 他也没有去做 去错测试 这走出什么模式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第七诗的第一招 急跌后反弹线牛皮 急跌后反弹线牛皮 好 急跌反弹 结果呢 他没有继续往上走 出现了牛皮的走势 也就是这种模式 也就是这种模式 好 礼拜一大跌 礼拜二弹上来 急弹 结果呢 输现牛皮了 你正常的走势 你要继续往上走 不要浪费子弹嘛 对不对 继续往上走 那没有继续往上走 没有继续往上走 走出了什么模式 再看一下 尾盘的时候 他也做突破 可是突破这个三汉五 什么意思 你注意看 尾盘的时候 他也做突破 来到8338 突破8329 突破8329 突破8330 可是呢 有没有直接上去 不会啦 因为突破他 他会怎么走 继续牛皮 但是有一个重点 你必须要观察的 今天会出现 今天你要小心 833这条线 因为这一条线 一旦破了 也就是啊 这一条线一旦破了 就继续跌 会继续跌 所以明天 很抱歉 我必须跟你讲实话 继续跌 还会做拉回 那你手中的持股 逢高还是一样 建议你站在卖方 建议你站在卖方 底部还没有出现钱 股票不要买 要忍住 要忍住 你不要手痒 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 老师我受不了 我会手痒 看他一涨 都想要买 那你这样子 你是成不了赢家的 你要成得住气 真正的该买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啦 底部出现的时候 会大涨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啦 到时候我们要的时候 翻倍 买进去就要翻倍 那有时候老师 那如果把进去 没有翻倍怎么办 那就不要买啊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是真正的做法 是这样子 这才是你正确的做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 下一个节目更新赛 不要离开 这一天 我去看下一个节目 以后 我发现你 中秋节前 全面体验 02-2578-3777 2578-3777 大麦消可除热 无咖啡因 爱这位白鸡 大麦萃取 只剩下还买爱味 半度差人去 你喝白酒 我喝白鸡 爱这位白鸡 吉尔法阿萨 鲜鲜自然 含有蘸食纤维 帮助你体内环保 促进新陈代谢 吉尔法阿萨 就是要你摇条 给家人的每道菜 都要健康天然 我选奶酥可用的 康宝鲜味炒手 含有香菇玉米海盐蔗糖 带出食材自然清甜 哇 好清甜 是我的 康宝奶酥鲜味炒手 群体追 有精神主人来了 快来两粒 LS 深呼吸 让向娘直出脑门 打起精神 向前进 LOS 确定有精神 吉尔法阿萨 鲜鲜自然 含有蘸食纤维 帮助你体内环保 促进新陈代谢 吉尔法阿萨 就是要你摇条 玩出你的节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他这朋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假设今天你是一个教练 体育教练 你要派一个选手去参加 跳高比赛 那你会挑一个七尺高的人呢 还是挑七个一尺高的人 我想答案很简单 当然是挑一个七尺高的人 你这样才有胜算 是不是这样 那一样的道理 有一个投资朋友 我的学员 他就说 老师 我以前找到老师 怎么教我们都不会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简单 就刚才我讲的例子一样 你要找一个跳高选手 是不是找一个七尺高的人 你才有用啊 那你说 我怎么知道 他到底是几尺高 很简单 我刚才前面不是讲过了 拿指和笔 把它记起来 包括我讲的也一样 你每天拿指和笔 把它记起来 到底他分析的准不准 他准你再去学 才有用嘛 对不对 不管是对我 还对所有的其他老师 你通通用同样的方法去做 拿指和笔 把它记起来 每天做记录 你再去研判 哪个老师值得你学 哪个老师不值得你学 这不是一翻两瞪眼了 何必去拆 没有用 所以说这边有 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你不要去听到人家讲 讲到天发乱脆 你就受不了就进场了 就参加了 先把它记起来 每一笔都把它记起来 他怎么去分析 你会碰到一个问题 老师 他从来不分析的 碰到这种老师怎么办 他大盘从来不分析的 碰到这种老师 你就拿摇供器 把它转台 文区的奇怪 为什么要把它转台 代表他没有工地 他根本不敢分析 你别以为了 分析大盘那么简单 分析个股太容易了 基本面讲一讲就可以了 它简单了 分析大盘是最难的 因为你所需要的东西 需要佐证东西最多 并且没有办法跟人家配合 我这样讲 你可能知道我讲我讲的意思 你个股 小型股 我找个主力配合就好了 交往涨就涨 交往跌就跌 可是大盘是没有办法的 是绝对没有办法的 所以当以后你看到 哪个投顾老师 他不敢解大盘的 你就转台了 代表他根本没有功力 连分析都不敢分析 当然因为说 老师分析大盘怎么用 那你就错了 真正最有用的是大盘 大盘告诉你什么 方向 告诉你趋势 连方向连趋势都掌握不住 那其他的根本不用谈了 根本的免谈了 免谈 了解 把方向抓住 把方向抓住 我现在教你怎么去研判 去挑老师 这偏不了人的 一翻两瞪眼 你就每天做记录 不用多 两个礼拜就够了 甚至一个礼拜就够了 很多一个礼拜就看不下去了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礼拜三他会怎么走 好 拉回来 拉回整理 因为反弹无量 没有人愿意做追加 既然反弹无量 人气退潮 代表礼拜一这根长黑棒 礼拜一这根长黑棒 拉回来的幅度还不够 讲到白一点 虽然跌了155点 量 人家一旦拉高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去追 代表说 大家 投资人还不认同这个价位 也就是说拉回来幅度还不够 大家不认同 所以进场的资金 还在那边观望 还在那边等 等更低价 要买在那里买 好 你都看到 会一直等 一直等 不信我们等着看好不好 会一直等 量会一直说一直等 因为这一波 注意看一下 因为这一波 从7203涨上来 量一直说 这代表什么含义 讲白一点 这负牌是负谁 不是负你 也不是负我 我们没有什么伟大 要负大股东 好不好 因为大股东 股票有做质押 在银行里面质押 他们不能断头 他们一断头 会出现金融风暴 所以去负他们 所以刚才前面有讲的 拉高之后 他卖掉 那些资金 有没有再回股市 没有 通通都没有 你去看个股 也一样 通通都没有 这代表说 拉高之后 他们卖掉 他们解套了 这样子就不会出现 金融风暴了 那再下去 会不会负呢 我打个问号 好不好 我打个问号 所以你要了解 现在的风险 是很大很大的 你要了解 好 既然是 走出来是个模式 代表还要做拉回 那今天的起子的走势 比较好玩 高点8340下来之后 来到8313 这个天井就成型了 8340这个天井成型了 在走高之后 都没有去做突破 甚至于尾盘的时候 线或拉高 他也没有去做突破 代表着 人家有人在什么 布什么 布空单 那走出来的模式 这个模式 属于片线的一种 好 注意看 急跌后反弹线牛皮 礼拜一急跌 礼拜二反弹 并且是急弹之后 出现所谓的牛皮走势 那正常来讲 好 我们讲正常来讲 你拉回来天井 你尾盘 线或拉高的时候 他要做突破 那这个盘就没有问题 他会继续往上走 好 就是因为 他突破了8329 8330 他没有持续的做突破 而只是拉高之后 又再做拉回 所以他符合这个走势 也是 突破三旱五 他没有去做拉高 他还继续什么 继续牛皮 所以他不会走高 他会继续牛皮 那礼拜三 你就要注意 这个点8313 一旦破了 那很抱歉 就会自由落体 这不是慢慢跌 会自由落体 这代表是 人家布的 人家布的空单 通通 通通有效 这是你要注意的 好 我们看一下 K线图 五分钟的K线图 你会更清楚 礼拜一几跌 跌了155点 之后 谈上来几谈 礼拜二出现几谈 是不是 反谈后陷牛皮 正常来讲 你不管你是 一个阶段上涨 还是两个阶段上涨 以目前 他这种走势 这是第一个阶段上涨 做拉回 再往上攻 来到8340 做拉回 这是两个阶段上涨 正常要继续往上攻 起码要来挑战这个8459 那这个盘就没有问题 那就还很安全 代表说 他还在创新高 那结果呢 没有对不对 好 注意看 没有 一个阶段上涨 两个阶段上涨了之后 只有线路牛皮的走势 既然是线路牛皮的走势 而后面这个走势 又符合什么 小型变动型移动型天井 天井出现了 所有的高点都没有去做突破 天井出现了 之后呢 所有的高点都没有去做突破 好 看分时走是不是更清楚 天井出现了 做拉回 之后再往上攻 没有去做突破 再做拉回 又跌破这个支撑 那这个天井就成型了 既然天井成型的 好 从833往上攻 8330 8329 8329 都没有去做突破 而尾盘之来到 8338 也没有做突破 所以 它符合什么 继续牛皮 那继续牛皮没有关系 那你要去注意的是 8313 不要跌破 我讲的这棋子 8313不要跌破 跌破就只有落体 就直接下去了 那万一开盘直接下去呢 那很抱歉 那就没救了 就直接下去 好 你要知道这个风险 所以风高 你要知道 不空单 这种模式一旦出现 风高就是知道 不空单 不空单 当然 你要有大利润 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你就必须要留仓 好 风险和利润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好 那前一波走出来 就像这个 前一波走出来 来到这边高点的时候 走出这种 骗线的走势 是哪个骗线 看一下 就这边 它是属于什么 反四场性引擎又多 真的又多 高点出现 最后拉回 这所谓的 我们讲自然修正 再往上走高 突破了这个第二个点 第四个点 突破第二个点 只有突破一点点 但是做拉回的时候 第五个点又跌破了第二个点 那在这往上走高 第六个点 突破了第四个点 又突破一点点 之后来做拉回 好 就是这个走势 第二个点 自然修正 拉回 第三个点 那做突破 第四个点 突破二 只有一点点 做拉回 第五个点 跟第二个点 又出现重叠 再往上攻 第六个点 又突破第四个点 但是只有突破一点点 之后来做拉回 出现了天井 之后又走出来什么 又是符合 小型变动型 移动型天井 是因为符合这个 因此你是我看到的 看到的 整个模式 都是符合 我们讲的 片线的走势 好 从这边开始 片线 之后呢 做拉回 都没有去做突破了 好 急跌下 急跌 反弹 反弹走出来 又是符合什么 做头的模式 好 分析是这样子分析的 那你了解之后 你就很想分析的 那现在重点之后 因为你还不熟 因为你的基础还不够 有很多投资比较说 老师 我可不可以只要学 旗子的部分 那股票的基本理论 我可不可以不要学 因为我都会了 错了 如果你真的会了 如果这一本 你真的会了 讲出来 你不要笑话 你根本不用看我的节目了 你既然你还看我的节目 那代表说 这一本 你根本都还不会 我不需要骗你 你根本都还不会 我刚才讲的 你拿纸和笔 把它记起来 你这个每天去分析 明天会怎么样 说完牌 你就分析 明天会怎么样 如果你的功力 可以达到七成 那这一本 你就不用看了 你就不用学了 如果没有 很抱歉 建议你 良心的建议你 你还是要学 你这个部分 基础部分 你没有打好 你没有学会 旗子的部分 你学的是白学的 我不想害你 真的 我不想害你 因为你学了 一桶水不满 半桶水摇起来晃 你进场 一定赔 一定赔 不会有例外的 所以投资朋友 把功夫给学好 这才真正重要的 学功夫 有功夫 练功夫 没功夫 学功夫 这才真正的重点 谢谢你收看今天节目 终于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他的未来 有无限大的可能 所以我想让他站在最高的地方 看遍世界的精彩 一个值得信赖的财富管理银行 我相信 不只能为我规划财富 更能陪我成就家人的梦想 花旗财富管理 全新尊容进阶 外地定存 最高小年席5.08% 来电0800-366-333 逗八价八 其指变化大 你该怎么办 中秋节前 和老师给您全面体验 每天转折 谈前先知 快进快出 市价通知 用最短的时间 创造最大获益 让你的每一小时 都是最大价值 中秋节前 全面体验 02-2578-3777 2578-3777 我要这个冰淇淋 牙齿敏感酸痛 让您无法尽情享受美食 改用高露节抗敏专家 而他能修复 牙齿敏感酸痛的部位 并预防敏感酸痛 再次来袭 高露节抗敏专家 给家人的每道菜 都要健康天然 我选奶酥可用的 康宝鲜味炒手 含有香菇玉米海盐蔗糖 带出食材自然清甜